记底不是做账的季节吗 但为何跟着投信走 也不一定可以赚得到钱 小心做账变成结账 做对关键 摸透投信的习性 就可以赚得到标股 今天林玉凯分析师 要教你三大PayPal 一次搞定投信做账的关键 让你赚到实际财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和炒店 股市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思伟 今天台股下跌了168点 心情如果不好的话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林玉凯分析师 邀请到凯哥 说得好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凯哥赶快来解救一下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题的部分 要来跟大家讲 FED即将要开会了 但是还没开会之前呢 美股就已经先跌了两天 美股到底在跌什么呢 以及明天呢是台子期结算 台股明天有没有可能会压低结算 会如何影响台股的走势 等会林玉凯分析师来告诉你 以及今天专题要来告诉你 接近年底 季底作账 投信作账的时候 作账股跟结账股 其实长得不一样 差很多耶 请锁定我们今天的专题 好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呢今天是开低走低 尤其今天呢在盘中呢 电子全职股千金股跌了非常的多 台积电跌连电跌只有大力光是涨的 但是呢包含了像是航空航运货柜 也都是下跌的 今天几乎呢 没有一个族群是不跌的 好像只有食品股是上涨的 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让台股今天呢是大跌了168点 跌幅是0.9% 收下了17599点 而且是跌破了月线 成交量呢则是略微增加来到了3012亿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哦贵买你没看错今天出现了一根大黑K 昨天呢贵买呢创下了14年来的波段新高 但是今天呢却是出现了一根大黑K 跌幅来到了1.8% 成交量则是在958亿 今天中小辛苦几乎都跌趴了 好看到这个状况呢要来请教一下凯哥了 凯哥到底美股这两天呢在下跌呢 因此带动了台股的下跌 是不是跟上个礼拜五 美国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年增率 来到6.8%有关系 因为这个年增率呢代表着通膨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居然是40年来的新高 对对对这算非常严重哦 对啊那当然因为刚好上周五公布的这个数据 再加上说这两天是FOMC 就是说年中的一个联准会的会议 所以市场就会开始有这样子的联想力 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个数据 而去渐渐影响到联准会可能推升升息的这个进程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其实每当在联准会的会议之前 市场都会去一个比较观望保守的态度 对那加上说昨天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新闻嘛 因为在英国已经出现第一例 就是Omicron的这个死亡的案例 哦是对所以说其实种种的原因加种啦 就造就了其实今天台股表现不是那么的理想 一度有跌到超过200点以上 对可是我倒觉得说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其实现在时机点非常的敏感 对所以我们知道明天就是 对结算嘛 对明天是外资的台指期结算的部分 对对对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数据 因为今天外资的进空单是26528口 对是持续的在网上做飙升的动作 对那其实非常有可能明天是继续呈现一个压低的结算 哎为什么外资的进空单增加了 那反而是会压低明天台股次期的结算 表示说它对于这个月结算之前的行情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哦对如果说它是乐观的话 它可能今天就会开始去做回补的动作了 因为今天其实有低点嘛 对那表示说它有可能一路会压到明天的结算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过去台子期结算有一个惯例 结算常常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个月 上个月的这个结算过后两天就出现台股的一个高点 之后就开始反转向下跌了800多点 那这一波等于是在结算之前它开始跌 那有可能结算过后 哎匹吉泰来 对酒汉逢甘霖 对开始有可能就酝酿一个向上的态势 就是人生已经到了最低点了 也不能怎么样了 接下来就是要往上走 反正死猪怕滚水烫完就尽量烫我吧 对烫完我之后 哎哦这个好菜就上桌了 哎所以你意思是说明天礼拜三 可能还要稍微的持着观望的态度 还要再忍耐一下 因为毕竟呃14号15号这两天是FOMC会议嘛 嗯那其实会后生命也没有那么快 嗯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明天最多最多后天再震荡一下 嗯慢慢就会感觉到这个倒是甘蔗了 好那呃刚刚呢凯哥讲到礼拜三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是呃外资的台指期结算 但是到礼拜四还有另外一个大人物要登场呢 他的名字叫做台积电 台积电呢即将啊要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来做除息 那台积电是否能够很快的秒填息 或台积电的表现会不会也影响到 接下来台股的走势 嗯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其实台积电一向都是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这一波能不能够填息 而且这一波拿到的这个股息 会不会重新再投入到市场里面 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关注的焦点 那尤其最近台积电有一个正面的新闻嘛 就是英特尔的执行长 准备要跟台积电合作在三泰米的这个部分嘛 奇怪我明明觉得英特尔的执行长应该 你看他从他很多行为动作的感觉 他应该没有很喜欢台积电才对 可是他专程坐了飞机来台湾 然后会见台积电要谈合作的相关事宜 但这应该对台积电是一个相对利多 是正面的 其实有时候有句话这样讲的 闲货才是买货人 对我把你闲得一无是处 可是我全面就跟你合作 对你这样讲我可以接受 所以礼拜三看外资的台积期结算 那礼拜四看的是台积电除息的状况 希望礼拜四台积电就可以带领台股 直接向上来大涨了 那另外也要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再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贵买指数是下跌的 而且这一根的黑黑呢 让很多人看得心惊胆战 怎么昨天才创了波段的历史新高 那今天却是下跌出现了这根大黑黑 跌幅还比大盘来得多 是1.8% 那这个部分呢 不晓得凯哥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贵买相对来说比上市更安全 因为其实上市已经弱了一小段时间 但是贵买是昨天才创新高 那今天当然会有一个补跌的效应 而且加上说有一个比较国际性的 等于说利空和不确定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会有所谓惊弓之鸟的效应 那今天造成跌幅比大盘还要来得重 我觉得合理 但是没有这个多头的格局没有被破坏 我觉得还是乐观看待 OK好 还是要看一下接下两三天的走势了 那要请教一下凯哥了 因为呢今天在台股当中呢 电子全职股的比重呢 占了55% 但是呢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是 航运股啊占了24% 比重算是相对重的 那您怎么看待有关于就是 今天货柜呢 外海阳明跟长荣 也都是下跌平均5%左右 长荣航跟华航也是下跌平均5%左右 怎么看待航空以及航运的部分 货柜 因为其实不论说是航空或者是航运 运价都持续在做一个飙升的动作 对呀 尤其Christmas要赶快收到啊 对因为其实当然前阵子 他这两个族群表现是非常 惊人的 那不论说是航空当然很漂亮了 一直往上创新高 那航运的部分的话 也有一点点起死回忍的味道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有一些短线涨多了 对那即便说利多不断的出来 但是这些利多其实 不会是最近最新的利多 因为其实基本面有多好 大家从今年上半年大概也都知道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短线做一个休息 不见得不好 对反而会有利于资金 快速的去回流所谓的电子股 那对于台股的结构上涨的这个空间 会更健康 OK好这是跟大家来讲到的部分 不过当然航空稍微的做一下休息 那航运的部分是不是也要看一下 因为今天长荣回测了月线 月线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 支撑线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有关于货柜三雄 在月线的支撑的部分 对的确现在短线上要先看 月线守不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话 其实我认为了就可以大致宣告 这一波反弹告终 对那可能就要再整理一段时间了 如果月线守不住的话 也许震荡一下 还有机会再做一小波的表态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 四三大法人买卖超了 今天外资是卖超了156亿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 投信转为买超 而且是大幅买超26亿 合计是卖超了176亿 外资买些什么呢 来看到外资今天买的是 华通 万海 华航 国缩以及友达 麦子是卖了阳明 金宝 长荣行 台积电跟荣成 投信买些什么呢 投信今天买的是 群创 鸿海 友达 连电跟台积电 我留意到投信 今天买超了全部都是 大型的全职股的部分 包含了海域跟 还有包含了像是 大型电子全职股的部分 麦子是卖了大同 景缩 金晨银 荣成跟福茂 提供给你做参考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主题了 接近了投信的年底作账 但作账股跟结账股 就是涨的不一样 而且差很多哦 请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 玉凯老师来告诉你 请上网搜寻 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来看到今天主题 要来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是 投信呢 在年底作账的时候 作账股跟结账股呢 就是涨的不一样 买对买错会让你差很多 邀请到领域凯分析师 来跟大家分享 有请凯哥 所以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一章的部分了 凯哥要来告诉大家 这季底不是作账的时节吗 但有投资朋友就说 为什么我跟着投信走 也不一定赚得到钱 原因在哪里 好的其实这个是很多投资朋友 反映给我的一个问题 对啊 他说我都知道 季底就是要跟投信走 投信买什么就买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的胜率 好像就是一半一半 我都怀疑我被甩尾甩掉了 对对对 所以这有时候是没有挑对股票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分享几个小撇步 让大家可以提升自己的胜率 没问题 怎么样跟着投信走 大部分能够赚得到钱 对好不好 我们往下看 关键就在这里了 这三个请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是形态 主导权跟题材 没有错 那我们直接用实力来做说明好了 好没问题 那我们先往下看 好那什么叫做形态 因为其实我们讲过 形态必须强于大盘 正常来说 有人在照顾的股票 你不应该走得比大盘还差 对对不对 有道理吗 对对 就是我有后台的 老大在我后面 对我有八股嘛 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最近的大盘是怎么样 其实在这一个月来说的话 大盘是短暂的跌破月线 碰触到季线之后 弹起来 那直到今天才又回测月线 星期二的时候又跌破月线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呢 如果说正常来说要强于大盘 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对第一个 我们就是说至少在一个月内 它不能跌破季线 因为大盘始终没有跌破过季线嘛 那第二点呢 它现在必须还是在月线之上 因为台股直到今天才二次回测月线 对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要比大盘强 至少要在月线之上嘛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档 这个案例 阵龙 阵龙 阵龙呢今天超级强哦 今天大盘几乎该跌的全部都跌了 但是阵龙是少数唯一上涨的 尤其是纸类哦 今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但是尽管它今天强于大盘 但是我还是不认为它是一个首选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档股票呢 投信大概是从九月底 这个买盘就算蛮积极的 十一月一直都在买 可是这一波呢 是走得有点预政乏力 对那原因在这个地方 它的形态是弱于大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橘色那条是季线 对蓝色那条是月线 是那这一波呢 其实它已经不属于一个多头排列了 因为它的季线在月线之上 上对它是属于偏空头的排列 而且你这样一讲我才发现 它那根季线一直压在它的上面 对那所以说早就跌在季线之下 那动不动还会再跌破一下月线 那直到今天看似一度好像要收复这两条线 可是呢最后又留一个上影线又被杀下来 那像这种就是形态明显弱于大盘的这个标的 就不会是我们的首选 所以阵容叫做反教材 阵容这样子呢相对来讲的话 它就是比大盘表现还要来的更弱了 好那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尼 台尼是说题材必须配合市场热度 对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题材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市场喜欢很重要 因为市场喜欢市场愿意追捧的 这些标的比较容易涨 比如说宏达电吗 之类的 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喜欢元宇宙 对现在只要讲到元宇宙 那就是一个很夯的题材 对对对 那其实以台尼来说 我们知道说上半年的船产走得非常的飘悍 可是其实到下半年以来 自从7月吧航运崩盘以来 其实整个的这个船产股 它就只有零星点火的能耐 对对 不论是钢铁啊水泥玻璃都是一样 涨个几天马上就下来 所以说呢其实台尼很明显的 它并没有搭配到市场的热度 甚至说9月底10月初甚至11月 头信一直买 它照样股价拉不起来 对对对 因为它没有去搭上现在市场喜欢的题材 因为人家现在喜欢什么低轨道卫星 看马斯克还当选了2021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但是台尼好像就没有办法跟SpaceX元宇宙 它没有办法跟这些热门的东西做接轨 因为那个建筑物是要盖在虚拟世界 是的没有错 对所以这个讲的很好 而且你看台积电在高雄设厂 也不是虚拟世界设厂 现在最夯的题材它刚好也都没有搭上 而且我一样也看到了它的季线 橘色那一条长长的压在上面 对没有错 很像个天花板 就是一直被压制下来 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 就像我们以前买那个3米6的房子 二楼应该坐个隔间然后站不直这样子 哦真的很痛苦 好这是谈你的部分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则是统一 我统一是球迷好好讲 好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第三点就是主控权 那我们讲如果说你要去追踪投信的筹码 你一定要确保说这一档股票投信是有主控权的 对那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统一好了 虽然思维是球迷 可是我们还是要 没关系现在冠军是中信兄弟中信金 好的那看到这档股票我们就要把外资也切出来看 因为其实市场上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叫做土洋对坐 对这档你看到外资它一直卖 投信它一直买 所以这是标准土洋对坐是不是 对这是标准土洋对坐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买一个卖 而且通常外资的买进力道会比较大 因为外资比较有钱 当然啦 对所以这档股票就表示说呢 其实投信没有什么主控权 那两个对坐之下 尽管它没有跌下去 可是呢它也涨不太动 因为基本上能够玩的筹码 它的资本额能够投资跟益助的就差非常的多 对没有错 所以你看常常动不动就看到什么 外资买超100多亿或者是卖超100多亿 但投信永远都是10亿20亿在那边动来动去 这就是差别之所在了 是的 好所以即使投信买也要它够大咖 然后没有外资来干扰才可以 对对对最好是这种状况 又或者说我们直接看下一档实例 好来台胜科 台胜科同样是土洋对错 但是从这一档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投信是有绝对主导权的 可是为什么呢外资也是一直卖啊 那差在哪里 好的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很单纯的去看 法人的这个买卖状况的话 不见得能够知道他们的想法 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做一个对价交易 例如说我今天为了买合金而去卖台胜科 之类这样子 它会有很多内部的一种细节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说外资有在卖 但是其实它有可能只是在做一个逢高的部分的获利出托 但是投信很明确的这一波台胜科是被投信整个带动带上来的 因为其实它买盘很连续很积极 11月9号开始它几乎是每天在买 只进不出 对那这波也是一路从大概170块左右涨到300多块 对所以这档股票投信是有绝对主导权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我认为说就具备作帐的一个特质 所以不是永远外资会大于投信 是的 应该说他们的资金当然是外资比较丰沛 但不是说外资永远都一定会赢投信 对不见得每次都赢 股价会说话 没错 这是让大家来做分享的 所以基于以上几个部分呢 今天呢凯哥来帮我们挑出了 四档的投信作帐的标股 要让大家来看一下的 这四档呢分别是吻茂 华琴 加登跟华瀚 哎你很强哎 这四档最近都很夯哎 很棒棒啊 对啊 好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档呢 这是吻茂的部分 吻茂呢也是我们的金元代工厂 是的 吻茂的部分的话 它目前致力于发展这个第三代的半导体 那基本面的部分呢无庸置疑嘛 它11月也是创下营收的历史新高 是的 符合市场喜欢的题材 那当然它股本比较大 所以说它股价会稳健一些些 那我们可以留意到 在这五个交易日 其实投信才开始做一个比较连续性 比较积极型的买超 那吻茂也是循着这个投信的买盘 一路向上加温 直到今天它都还是收涨的哦 是 对所以说台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能够收涨的股票 这个都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个留意 昨天创新高今天还能收涨 其实我觉得说吻茂这一波有机会 成为投信一个新的做涨的题材 而且凯哥有在教 我也有在听 因为玉凯老师非常认真 所以呢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吻茂要吸收美系的设计大厂 一起来抢进苹果几张推出的 AR跟MR的 头戴式的供应的这个 头戴式装置的供应链 所以各位吻茂也是元宇宙概念 对现在也跟元宇宙沾上边了 好不好 所以有题材可以发酵的 所以题材很夯 然后又有投信加码 基本面又不错 对然后你看它在所有均线之上 所以它是比大盘还要来的强 没错好这是稳茂的部分 下一档呢我们要看到是华琴 好华琴的话比较偏向是比特币概念 因为它是板卡的部分 对好那么可以留意到 这档也很夯 我们看它的走势就知道 一路都挺在月线之上 很明显的强于大盘嘛 那这一波呢投信有没有主导权 绝对有主导权 因为其实这一波 其实11月的这个主身段 就是投信所带动带起来的 对好明显 它的买仓像101大楼一样 这样突然高起来 对那当然比特币绝对是市场上 不缺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它的11月营收 同样是创下历史新高 对所以也是市场会喜欢的标的 那这种股票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 这个拉回的留意 OK好这是华琴的部分 下一题呢我们要来看到是加灯 哦这个是晶圆代工的设备厂 没错对 它也是做那个光照灯的部分 是的对它是台积电的这个 算供应链之一哦 那首先我们看到它有没有强于大盘 很明显是有的嘛 它也是短暂的跌破月线之后 马上就攻高 那这一波攻高呢 也是投信炒起来的 对那这档股票更难得的是呢 它在发酵的那个时机点 11月底12月初的地方 我们可以留意到 它是外资投信同步去做点火 哦 对等于说这是两大法然 同步看好哦 那加灯有什么题材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前 今年的前三季 其实表现非常的不理想 它大概每季就赚零点几元 就赚几毛啦 那其实每季都赚几毛钱的公司 你要怎么去支撑两三百块的股价 对啊 很难 对但是可以留意到一个状况 它在10月跟11月的营收 连续两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哦 这是个很吊诡的情况 因为今年明明前三季就不好 这要怎么解读啊 对 我不懂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讲 有可能是接到几单 对那接到几单的状况 或者说你忽然之间 营运大幅度的改善 对那这种我们就把它称为转机股 哦对前三季不好嘛 瞬间从第四季开始转机乍现 是 对因为你忽然之间 10月的11月的营收 都创下历史新高嘛 那表示说你是具备转机的题材 是 对很有可能你第四季的这个获利 就会大幅度的爆发 所以这种题材也是市场会喜欢的 再加上呢 我不讲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加登这档股票呢 其实台积电它是视为 自己人的一档股票 所以它算小金机吗 还是把它当成自己供应链体系当中 重要的一环 应该说它不是台积电集团 但是台积电很爱它 对因为其实它 虽然是它的其中的一个 设备厂供应链之一 但是其实它在这几年 陆陆续续的挹注非常多的资源 不论是商标或者是建物 或者说是厂房 其实它陆陆续续我们讲书写 书写了10亿左右 给加登这家小公司 为什么那么爱它 其实我觉得说 它有要培植它的一种 一种想法存在 对所以说我觉得加登这样 我看也是可以做一个留意的 OK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视为 是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 尤其晶元代工 依旧公布应酬的时候 加登绝对不会寂寞 是的 台积电还是涨 他也不会寂寞的 对对对对 好这次加登呢 跟大家来分享 背后还有一个大哥大 叫台积电 我知道了 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瀚 好 华瀚的话呢 背后就真的是有一个大哥大了 谁啊 因为它是红海集团的股票 对对对 有集团的这个资源嘛 那同样我们先看到 第一个部分 它有没有强于大盘 肯定是有的 对因为这个季线跟月线 都没有跌破过嘛 那有没有主导权 也是有的 因为从11月12月 投信的买盘 是连续性的做加温 只要投信有买 它股价就飙了 对它就往上飙 同时它有没有题材 大家原本以为说 华瀚只是这个 工业电脑的族群嘛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它现在也进入到元宇宙了 华瀚做工业电脑 为什么会跟元宇宙有关系 11月的时候有一则新闻 Google已经宣布 要跟华瀚做异业的结盟 发展工业元宇宙 到目前市场最喜欢 最夯的一个题材 所以华瀚这张股票呢 我觉得集合以上的这些优势 它也绝对有一个表现的空间 OK所以你看那个对不对 叫那个什么 长荣去载一下宏达电的产品 对它就变成元宇宙概念股 所以华瀚 没有我开玩笑的 人家华瀚可是货真价实 跟Google签约的哦 那Google当然一定也是 慎选它的合作对象呢 当然 华瀚在工业电脑上面这么的强 尤其背后又有一个红海 当大老大的话呢 我相信这一档股票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下 研究跟分享 最后呢我们来看到这四档 是稳茂华 秦家登跟华瀚 我要请教一下凯哥哦 因为我们距离12月的月底 其实剩没多少时间了 这些的股票在月底之前 还有表现的机会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是有的 还有机会来做奋力一搏 大家请大家好好的来研究标的咯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的感谢林玉凯分析师 好 接下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呢 首先呢来看到第一题 连勇的后市如何 真的会如外资预估 有机会可以到700元吗 来看一下连勇IC设计的部分 他现在的股价好像离700元 还有一小段空间 大概200块左右的空间 当然其实以驱动IC这个族群的话 我觉得我们首当其冲要看到面板 因为其实这一波驱动IC族群的下沙 主要还是因为跟着面板一起做连动 但是面板目前来看有一点点预阵乏力 已经有遇到一些前波套牢卖压 稍微有点涨不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到700块 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我认为稍微比较难一些些 OK 好 可它下面有外资的买超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外资在最近也是买超的幅度 还算不小 天数也蛮多的啦 可以留意一下 下一题我们看到是预创了 预创10月11月都赚很大 为什么有人走茶凉的寒冷感 这应该是你的粉丝吧 才会讲这种 人走茶凉吧 对 人走茶凉 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预创才因为主管机关的要求 公告的10月的字节 每股存益是0.63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 事实上它是转亏为盈的 但其实可以看得到 最近的股价呢 似乎进入了一个 休息盘整的状况 是的 没有错 那我们看到预创这档股票 虽然说它在年末 搅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但是最近的股价会进入盘整 也不需要太意外 因为我们讲 其实股价本来就是反映未来 对 那一定会有一些知情人士 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10月份开始 整个预创一路涨了 涨了大概是2.5倍 对呀 40块涨到104块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认为啦 大概已经把这个利多反映完毕了 所以接下来除非说 它在年底或者是明年初 甚至明年的一整年 有更多的规划 或者是更大的利多 我认为才有机会 再把股价往上做一个推升 否则这边其实已经短暂的跌破月线了 我觉得要开始 偏向这个观望保守一些了 OK 好 这是预创的部分 最后一题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利基店 上个礼拜一呢 才刚刚上市的利基店呢 套在高点怎么看呢 还有得救吗 好 来看一下呢利基店的高点 它那个80.3元的地方 是它在要上市前的一个 上一个星期五的收盘呢 创下了80.3元的新高价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连续几根的黑K都出现在什么时候 出现在它上市之后 连续好几天的黑K其实只有一天是红K而已 是的 但外资很捧场哦 外资呢也是一直大幅的买超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基店怎么挂牌就挂了 那其实我们会留意到几个状况 因为利基店这档股票 本来就是在挂牌之前 就备受瞩目的一档标的 其实不只是大户法人 其实很多的这个散户参与度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说我觉得在上挂牌之后呢 会有一个短线的获利卖压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呢它有回测到所谓季线左右 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先看 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相对应的支撑 因为其实一般它在挂牌之前 大家本来预测说 它会跟联电有一个比价的效应 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一起往下杀 对大家一起不好 所以说其实也没有所谓比价 大家就比惨了 对那你说在晶圆代工这个族群 什么时候会走到匹吉泰来的一个地步 我认为要等到1月份 对因为不论是台积电联电 这种你说要跟它比价的都是大股票 立基电股本不算大 但是跟它比价的是大型股 对因此大型股要等到什么时候 会比较这个春宴来临 必须要等到1月份外资 放完价回笼之后 会比较属于它的转机 那现在的立基电 我认为要以盘代跌 先把季线守稳 它在下个月才会有机会 OK好 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立基电的部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请到林玉凯分析师 如果您很喜欢凯哥的话呢 请大家可以加入他的YouTube频道 还有他的萤幕上面 Lighter跟Teragram 凯哥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通通都在里面 尤其最近的投信作账 年底作账 还有圆月的红藏琴呢 凯哥都有很多的心得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他交流 请加入萤幕上面 林玉凯分析师的Lighter跟Teragram 同时如果你喜欢股市业炒电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首播 非常欢迎你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来请教林玉凯分析师 或我们其他的分析师哦 非常的谢谢凯哥 谢谢思伟 感谢明天台股加油 加油 拜拜